《逆天奇案》 乾杯 希望《逆天奇案》的成績 會加上一層樓 打破更多收視紀錄 想成績更有突破 絕對做得到 因為《逆天奇案》就快大結局 很多疑團即將解碼 而昨晚一幕盈影和剪彭的床上戲 更加將劇情推上高峰 話題到爆燈 昨晚追的時候 我還是很深 那個心很難受 我立即要去彈一曲發洩 要發洩情緒 就會覺得 為何 真的很心痛 我自己看的時候 也有個衝動想去捏自己的頸 為何你要這樣做 為何你要這樣做 但她是捏死我 我自己對自己也很狠 你捏死她 也覺得你好地地 為何要做錯這樣的事 這場藏上戲 展鵬竟然要太太心理輔導 要說服她才去拍 大家都談了一個多兩個月 拍這場戲之前 一直在拍工作 是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很難信服到 真的 因為走去三分省 旁邊那個 大哥跟你那麼多年 不要說那麼多年 十幾年 十幾年 高度身材 頭髮的味道 我們像嗎 是的 Phoebe跟我說 因為那個是你家 你會放下戒備心 你會談 因為我問她 我真的不行 這場戲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演 我問你一個主要演員 你無法演不到 展鵬微微形影 三角關係大混亂 不過阿Ben和早晚關係 就清晰得多 彼此在心中 今天穿同款式調 夠默契 今天合起來 很清新 對 上次剛好 黃黃綠綠 今次又是這樣 每次都是這樣 沒有合起來 可能心境 心境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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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境很年青 心境很年青 阿康和阿門 這批擔當壞人 竟然有人要平反 說惡人不可以有惡報 真是天無眼 我們好像第一次有一個反派 是不可憐 有些覺得他們有點可憐 是的 我看到很多人說 可不可以 他們不要有不好的下場 很想他們可以走得掉